大家好 我是Pyga 今年接連有幾宗新聞都是關於日本的潛逃通緝犯 包括在超和年代涉嫌參與策劃多宗炸彈襲擊案的恐怖組織成員同島聰 他在臨終前去到醫院求診時 向醫生公術說自己是當年的通緝犯 想要在臨死前將事實告訴警察 但正當警察要證實這個病人的身份時 當事人已經過世了 這件事導致全日本的新聞媒體都大肆報導 同時令一般日本人更加留意到日常生活上面所見到的潛逃通緝犯的照片 也因此警察有機會去逮捕另一名通緝犯 話說在2020年2月時 有一宗案件發生在長野院 一名48歲的男性被槍擊導致腹部受傷 後來警察調查後發現事件涉嫌在日本黑幫之間的糾紛 受害人也是黑幫成員 犯人就是受害人的敵對勢力組織成員 名叫金城恆 犯案當時55歲 不過後來犯人一直沒有被逮捕 成功逃離警察的追捕 警察就以殺人未遂的嫌疑將犯人全國通緝 不過一直沒有任何發現 直到同島聰事件後 因為剛好 金城恆的通緝犯照 在通緝犯宣傳海報上放在同島聰的旁邊 同島聰事件連日來被媒體報導下 連帶著金城恆的樣子都受到關注 有市民察覺曾經見到貌似這名通緝犯的人 於是報警後來也順利將這名通緝犯金城恆逮捕 警察甚至乎懷疑金城恆在潛途期間於2022年1月的時候 也犯下另一宗槍殺山口祖幹部的案件 不過現在總算將他逮捕 警察就有時間可以慢慢去查證 再將時間拉回來剛剛過去的4月26號 警察對外公佈說 在19年前東京都三嬰市發生的殺人案件 被通緝犯人上帝慧榮已經過世了 但情況與我和島聰不一樣 這不是最近發生的事 而是在當年犯案之後的一年 06年3月的時候已經死了 死因就是自殺 地點就是在森林當中 發現屍體的時候已經是死後的一段時間 有行山途人發現然後打電話報警 但當時警察沒有辦法透過DNA和指紋鑑定來判斷死者的身份 所以沒有辦法鑑定到死者就是通緝犯上帝慧榮 為何最近又能夠把兩者判斷為同一個人呢 當年在發生這個兇殺案之後 在案發現場有一條染了血的內褲 但當年的鑑定技術難以判斷血積來自犯人 但以最近的技術就能夠做到 判斷內褲的血積 就是犯人上帝慧榮 同時當年在森林中發現的死者資料 最近終於數據化傳檔 所以在大數據當中 依靠電腦去判斷之下 成功將兩者結合判斷為同一個人 原來這個犯人犯案之後沒多久就自殺了 這個實在太搞笑了 多年來警察就以這個圓紅300萬日元的獎金來通緝這個人 但原來他已經一早不在人世了 當然是找不到他 犯人上帝慧榮在當年做了什麼事而被通緝呢 他所犯下的案件其實名字就是 三英市居酒屋副店長強盜殺人事件 案發日期在2005年11月25日 他已經是19年的時間 受害人就是位於東京都三英市裏面的居酒屋任職副店長 名叫做永野和南 當日晚上他被發現是死在自己所居住的公寓房間 根據認識受害人的朋友所說 永野和南性格是非常認真 上班永遠不會遲到早退 但按法當日他遲遲都沒有上班 於是下班後居酒屋的同僚就去到永野的住所看看 亦因為這樣而發現到他的屍體 當時屍體身上有多處明顯的刀傷 而且受害人的銀包是沒有錢的 被發現 很有可能已經被犯人拿走了 後來警察經過調查後 已經鎖定了一位目標人物 這個人就是跟受害人永野和南同居的一位無業遊民 當時49歲的上帝惠詠 正確來說不是同居 而是上帝惠詠寄居於永野和南的家 警方判斷他很大機會就是犯人 這個上帝惠詠本身就不是什麼好人 1959年出生於沖繩縣 直到中學為止他一直留在沖繩縣中 中學畢業後他隻身去到本州關東 不過一直都是居無定所 亦沒有繼續升學 這段時間他就一直沉迷於打麻雀 甚至乎有說 他打麻雀的技術是更加職業級數 所以他一直頻繁地出入各大小的麻雀罐 同時熱愛喝酒 不過他一直以來都沒有工作 單靠打麻雀當然也難以維持到穩定的生活 甚至乎可能連住屋都成問題 根據認識這個犯人上帝惠詠的朋友所說 這個上帝惠詠一直以來都是靠寄居於身邊的朋友的家 還有用別人的錢來生活 同時上帝惠詠似乎對於嵌女這件事是挺有心得的 所以他曾經加過很多女朋友寄生於這些女朋友的家中 花他們賺來的錢 俗稱即是吃軟飯 這種生活一直維持到犯人四十多歲都沒有改變 不斷地找身邊的人來寄居寄生 甚至乎麻煩自己的朋友 這種到處佔人便宜的生活始終會令人神憎鬼厭 一直以來他都處於一個顛沛流離的狀態 與受害人永夜和藍的性格和生活下形成一個挺強烈的對比 但往往好像永夜和藍這種性格的人 就會很容易被犯人這種無賴所利用和欺騙 據說這兩個人在居酒屋認識 而且兩個人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喜歡打麻雀 但我想永夜和藍當初應該都是想像不到 認識這個上帝之後 會為他帶來一連串的麻煩甚至乎失去命 上帝惠詠在案發前幾個月就開始寄居於永夜和藍的家 但即使是好朋友也好 相見好同住難 而且上帝都只不過在這裡寄居 白飲白食又不交租 住所附近的街坊經常見到這個上帝 在住處附近的公共地方 是經常一邊遊蕩一邊喝酒 形跡可疑就引起附近的居民不安 所以很快永夜和藍就已經甚有微言 希望這個上帝盡快搬走 其實永夜和藍除了在居酒屋做副店長辛勤工作之外 自己也有一個目標就是開一間屬於居酒屋 但遇到一個這麼無賴的朋友就實屬不幸了 在05年11月23號也即是案發前兩天 當天晚上永夜和藍任職居酒屋落班後 因為每天的24號是居酒屋的休息日 所以趁這個機會永夜和藍去了附近的麻將館玩 然後玩到凌晨1點左右回到自己家 根據後來附近的街坊透露 當天24號凌晨永夜和藍回到家後 屋裡傳來爭吵聲 似乎是屋裡的兩個人在發生口角 但實際發生什麼事就沒有街坊知道 然後到25號的時候永夜沒有去上班 直到他的同僚都在案發現場時發現案件 而且在案發前幾天是居酒屋的發生水日子 一般來說永夜都會在銀包放幾張一萬日幣 但留在案發現場的銀包被發現時已經變成空了 那些紙白是被犯人拿走了 現場亦是留有一把滲血的刀 家裡的大門是上鎖的 但兩條鎖匙的其中一條 在案發現場就沒有被發現 相信亦是被犯人帶走了 後來被害人鼎野和藍的屍體經法醫鑑定後 致命傷就是來自空口的一處刀傷 除此之外身體還有多處被斬傷 相信受害人在24號凌晨左右已經被殺害了 很多證據都已經判斷得到 兇手很有可能是受害人的臨時同居人上地為榮 但即使警方當時再如何公佈消息都好 一直以來都沒有辦法將他緝拿歸案 當然現在就知道根本就沒有可能做得到 因為犯人一早就已經是上吊自盡了 即是2000年代日本的鑑證技術又或者數據處理方式都未免太過落後 其實這一宗已經不算驚訝了 有一名通緝犯叫宮內雄大 他就在2013年的時候在山梨縣犯下入屋行劫事件 但犯案當時屋裡的人就察覺到事件和現場將他制服在地和報警求助 但警察來到把犯人壓回警察局的時候 竟然在警察局門口的時候因為警察的疏忽 犯人竟然可以成功逃脫警察的監視逃走了 直到現在都未找到他 唉 以上就是這條片的內容 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這種潛逃多年的罪犯 現在在日本的警察到底有多少意欲想要將他們緝拿歸案呢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曾經在2019年的時候 10月和11月這兩個月當中 警察一共逮捕了343名通緝犯 當中有九成以上的通緝犯逃亡的時間只有半年 超過五年的人只有兩個人 其實可能也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進 通緝犯能夠成功逃避法律制裁的機會會越來越高 因為新的案件只會是陸續有利 而過了一段時間又沒有頭緒的案件 很自然地就會被冷處理 接下來如果多加善用這個IT技術會不會有所改善呢 大家有什麼意見都歡迎留言討論一下 喜歡影片記得讚好和訂閱 也可以選擇用Superfans課金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